Google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Bar 终于可以使用繁体中文了 Bar是一个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输入生成各种类型的文字内容的工具 例如故事、诗歌、歌词、程式码等 Bar的特点是可以理解自然语言 并且具有创造力和多样性 Google在今13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 使用者可以透过超过40种语言与Bar杰作 包含繁体中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度文以及阿拉伯文 Google也表示 对于AI应用 他们一直秉持大胆创新且负责任的发展方针 这次所推出的功能更新 他们也持续积极与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及相关监管机关保持交流 除了语言支援外 Bar还推出了一些新功能 例如 语音回复 使用者可以听到Bar的朗读回复 而不只是看到文字 这项功能可以帮助使用者学习正确的发音、聆听诗词或剧本等 图像分析 使用者可以上传图片 并且请Bar提供相关的资讯或灵感 这项功能可以帮助使用者了解图片的内容 撰写与图片相关的文字等 回复风格 使用者可以调整Bar的回复风格和语气 例如简单、长版、短版、专业和日常 这项功能可以帮助使用者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目的选择合适的回复方式 此外 Bar还提供了一些方便使用者协作和分享的功能 例如 固定并重新命名对话 使用者可以固定和重新命名自己与Bar的对话 方便日后查看和管理 汇出程式码到更多地方 使用者可以汇出Bar生成的Python程式码到Google Collab或Replot等平台 方便执行和测试 分享Bar的回复 使用者可以透过分享连接 与亲朋好友分享部分或完整的Bar对话 交换彼此的想法和创作意见 Google表示 随着Bar持续推出功能更新 他们也会聆听使用者意见回馈 以及透过不同研究、测试 进一步了解Bar在哪些方面具有实用性 并能为使用者带来帮助 在哪些部分需要调整精进 并跟大家分享相关进展与更新 下一次 无论你是否与金庸有一个发展完整的概念 或是想法才刚成型需要一点脑力激荡 都欢试试看和Bar协作 Bar不仅能帮助你找到将想法实现的工具 也可能带来全新灵感 期待